我 他考一次假照9個月 我們在生女生也是有 大概從你開始考 到第9个月 你才可以拿到 9个月耶 因為我們是有三個阶段 對啊 才能拿到假照 可是這個是好的 因為其實有那些規矩 你真的有拿到假照的時候 你真的準備好上路 我們是有三個階段 然後就是第一個階段就是三個月 那你拿到這個假照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跟父母一起開車 可是是不能帶其他人在車上 然後你要擁有那個三個月 然後再來是六個月 沒有 台灣其實有這樣的階段 叫學習駕照 你拿到學習駕照的時候 是你隔壁一定要有一個人陪你開車 然後等到你考完 是才可以單獨一個人 在車上開車 台灣有兩種 紐西蘭這麼嚴格幹嘛 路上只有羊沒有車啊 對啊 他們還要學習怎麼騎那個 騎羊對不對 對啊 騎羊 假的就是騎 他們要先學那個才可以開車 羊逼你們的那個計程車害危險啊 過馬路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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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